大家记住赞我的Facebook 因为有很多最新的消息 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做节目 因为通常我们温言大言都是星期一录影 但是水果一早预计到昨晚会大跌 所以预计了今天星期二日中 太抬举我这些大奇蹟日真是 幸好我们今天做录影 昨天真的没有想过 是非常紧张的一晚 昨天基本上我想所有财经做金融 你也在看美股大跌千几点 然后奇蹟又上回来 水果你讲一下你昨晚做过什么 昨晚都预计了它跌的 但是没有想过是这样跌的 因为去到 因为一开始昨晚就是大件事的 在乌克兰局势比较紧张 你看到俄罗斯的市是在他们的开市时段都是跌的 但是其实它跌了之后 它在我们香港时辰9点10点之后 它就没有再跌下去就没有再跌下去 就是站稳了一个位置 那美国接着就香港时辰10点半就跌了 那其实是正常的 但是大约是12点之后就倒水下去了 那还要是 它是初头是我们叫做有秩序地下跌 到后来就全部一起跌了 那还要是无论 根本差不多我想95%的股票都是跌的 很厉害的 那最大的增长型股票是 我想平均跌5-8% 就是大型那些 小一点已经十几十个跌了 那是去到1.3-1.5%左右就是最低的 其实它准备了几次 初头是点几钟 接着它有一点反弹 接着又再下跌的 那那一刻真的 但是我们看 比如说你看帮腰 你看金价 你看油 就是那些 又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就是其实如果你看帮腰 其实是下跌的 就是跟加息不是很大关系 不过就是一种恐慌性抛售的感觉 但是又不知道为什么 点半钟之后 有人传说 可能烏克兰那边局势没那么紧张 好事 接着它就开始弹了 弹一点 对了 对了 怎么搞到 就是弹一点 初头也不太确认 但是两点后 开始做 那个势就上回去 所有东西一起上升 就是它全部同一个方向 昨晚就是 嗯 但是 是 尼尾是收高 是收是一个叫正数来说 我都觉得比较出奇 是 是 你们是不是昨天都看着是 是crypto来炒的 就是crypto有没有 crypto是第一个 是crypto是第一个风险产品 是 就是最快离开 就是最快升的 嗯 是比其他东西的 早一点点 不是说做很多 不过我留意到就是 咦 它就是跌就跌 升就升 那可能有少少啟示 啊 crypto 你说比特币最 昨晚最低跌到多少 3万3 如果没记错 Coin 哇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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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现在就 现在就3万6 是啊 OK OK 是啊 但是它 它先走的 就是你今次又回回少少下去 但是如果你昨晚看见 其实它 它在12点到1点已经咬了上来 是啊 就是它 它快一点点 但是其他东西那时候还是挺弱的 是啊 那 现在呢 是不是啊 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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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了整个股市那些 那些 就是它升得又快过人 跌得又多的人 就是你看着它是一个 先头指标 好不可以这么说 它的波动性 比其他风险资产更加厉害 啊啊 现在暂时来说是快一点 是啊 快一点 是啊 那这些东西都会变的 是吧 嗯 就是会 就是暂时是 都是有少少这些 其实很多时候股市本身已经是一个前瞻性的一个 嗯 嗯 嗯 一个一个 这个一个 这个一个 这个 就是 好多时候股市怎样股时怎么是股市怎样股呢 其实就 勁量去找 PayPal 做到一些更快的东西可以ốtск多东西为我们听 那麽短暂地就是 这些很多时候沉有l absent 和我想的心情 开始强硬,其实跟通胀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联储局是在背后的,现在要追回 今年又有选举,有很多问题 这几个月风险资产的压力很大 一月以来基本上是洗倉的 昨晚就这样非认反弹 这两晚都很大件事,因为FOMC议会 明晚就应该POWER会讲话 加息的机会是不高的,我觉得是三月才加的 不过你跌下去再说完 可能之后有个RELIEF RALLY也不出奇 但今晚,你昨晚的V型反弹可能又回了一点也不出奇 短期可能,你看到那个波动指数 我们看过VIX,昨晚也是一年的高位 一般来说大波动,可能是下跌 可能短期也会吐吐气 但之后会不会再下跌,机会也不小 因为你通胀,我后来给你一个图里看 通胀未来这几个月都很大压力 嗯,我想问一下,你昨晚也是低位挠货 是吗? 挠了一点,我们1点,9,2点那些时候 就是我们看到它开始都不下跌 又跌了这么多,你怎么都要做些东西 出手吧,这么低的东西 就是短线,短线炒货 那我们买了NVIDIA,买了Tesla,买了Facebook OK,OK 我也是买大东西 为什么你说一开始都预计它跌 是不是之前Netflix的预期 差一点点,已经跌了两成 就是你整个市场都预计了很远的 但是没有遇到昨天是这样 整个市场是弱的 本身底部都是弱的 你看到上个星期都是下跌 是不是?本身是弱的 那就打算阴下阴下阴下去了 但是没有想过昨天是这么大 但是一般来说 你一个洗仓式下跌 其实是一个 转转做的一个好的机会 无论你短线也好 就是长一些 如果是买到一些好东西 都不是说太害怕 不过这一层我们都是短炒的 因为我们那些通胀没那么快离开 就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很 暂时 未来这几个月是挺败的东西 通胀我想 你最快点 可能去到第二季才有机会见到 嗯 所以你觉得如果昨晚这样跌 跟着很大型的V型反弹 但是 那个你觉得是一个很短期的底 未必说真是一个 可能几个月已经见底 那个Firm的底 是不是? 暂时是这样看的 我们都在摸索 就是 你美国始终是升了很久 那你本身来说 那些人的仓位是比较高的 和今年呢 看一看款是杀股值的 因为你现在在说的是 加息和收税 两边一起行 那你见到今年 其实跌得最多就是那些好东西 就是增长型的股票 那你反而你见到香港这边 那些比较低的股票呢 那今年呢 那些比较低的股票呢 就会升的 那因为是 不是说代表这些公司有很强的增长 只是说 它是 它的股值是便宜 就是起码去先 那它又没有什么增长 但是它便宜 可能便宜过它的 fair value 那反而你在美国 甚至乎某部分的欧洲股呢 它基本上是因为增长强劲 但是它超贵 那就杀股值了 就是今年一开 一回到来 已经见到是这样的 那美国昨晚就 是比较是 有些少恐慌性的 是的 明白 水哥你是想说一下 美股的 就是那个 通胀的情况 你越来越做了几个PPT的 是不是 可以给大家看 是很快的 是很快我说一下 比如说 现在因为 未来这几个月都是这个议题的了 就是你美国是 什么时候加息呢 会加多少呢 还有市场会反映多少呢 那你想想一下 如果这样加息和收水 是一件这么大的事呢 你要这件事 你换和 或者你的市场是跌到一个很深的位置呢 那个市场才有可能是会稳定 或者升上去 你不会去高位 是吧 那我们 我有几个图的 第一就是说一下通胀 第二可以说一下 比如说现在美股 经过昨晚之后 究竟现在的股值去到哪 是的 那这个就是 美国的CPI的breakdown 每个都说这件事 那其实你看右边呢 是那条深色的那些线呢 就是说究竟过去这12个月呢 这个里面的产品有什么 升得最厉害 但是你 你只能看上面那几个 比如那些那些 那些 gasolin 那些二手车 那些能源 那些东西之外 你看看整条东西呢 基本上全部都升了 为什么美国的通胀那么厉害 那么 其实那通胀的形成呢 就是有两种东西 第一就是在这个COVID lockdown之下呢 整个供应链是出现了问题 那么 所以说很多很多的货物呢 你要运输啊 没有人手做事啊 就是令到整个供应链上去 这个是 那个叫做供应链呢 那另外需求也非常强劲 因为那些人 又去不了就是 上班就少了 很多工作从家 有些又去不了旅行 那但是钱就多了 就是无论是股市 或者政府派钱多了之后 他们买的东西是多了很多的 那所以你看到 比如你看到那些二手车 升那么多呢 因为一手车是没有chips 没有芯片 很多车是交不到 你订车交不到 那些人就买了二手车 那所以那些价 你看到去年 12个月升了30%多了 而它对充胀里面的比重是占3.4% 那譬如你另外 好像电油呢 Gasoline是4个 那如果你走下去看 譬如说 那么多的component比较重一些 譬如shelters 你看到32.4% 这个就是房屋 是租金和预期 他这样的 他的数是租金和预期的租金 那 那因为那些人是 这个经济很好 那他预期的租金升 那就是会对这个通胀来说 是有个正面的提升 譬如说去年来说 大约是4-5%左右 如果这件事 但是他的预期是30点多 那整体上来说 就整堆东西 就一起拉动了CPI 那我们的CPI 是一个年年 是一个year over year的比重 如果譬如你看第二个图 你看到 譬如上面这个指着 这个12月左右 那现在是1月、2月、3月 都去到7点多 但是呢 因为那个基数效应 在去年4月开始 CPI就升得比较急 4月、5月、6月、7月 那你去到那些位置 就开始有机会慢慢 year over year 就有机会缓和一些 但是你说要下去2% 就没那么快的 但是坊间外面的大行 譬如我们找到 譬如Preda Suiza、UBS 他们觉得去到年尾 就去回 UBS 就去回1.8 Preda Suiza 就去回1.8 就是去回一个正常位 那就是未来下半年就会急跌了 那这个是他们的看法 但是 急跌得那么厉害? 他们预计 你看一个 有几个因素 第一就是高基数效应 哦,好的 高基数效应 因为去年 在4、5月开始 货币已经扯上去了 那你到今年的下半年 相对于去年的下半年 就容易了 这个是第一 第二就是整个供应链 是会缓和的 因为现在欧美呢 都是和这个COVID共存的 和这个OMIPO共存的方法 比方说它所有东西都开的 但是当然你说现在 比如你看那些船 那些桶子 在LA那里 都还是很硬的 因为现在是没有那些车的驾驶 就是开货车的那些 是找不到人的 那一个个container 还是堆在码头上 那那些船在外面 是不能进去的 但是你说 这个是一边 但是你说 在出船那些地方 比如说在中国 今时今日虽然 你见到是有新冠的爆发 但是他们是没什么停的 就是你就算 譬如先那一排零波 都是小小disruption 他们很快的 就是我和那些公司谈 他们现在 因为经过了差不多两年的经验 他们那些厂 是那些资讯是很快的 比如说他们听到零波一有事 已经马上将那些货物 去其他港口里出的 就是他们不会在那里等你 因为他们最怕你立刻封了 所以他们那些物流是move的很快 所以中国 比如说你看到有些个别性的爆发 就是对那个供应上方面影响都不大 另外一个就是好像越南 越南在几个月前 因为它封了整个封城 封城封城 封城的影响都很大 但是到今时今日都差不多开了 嗯 比如说另外一些小些国家 像柬埔寨那些 他们的打疫苗 差不多打了 他们都打了很厉害 好像去到八九成 那么他们都没有什么特别的破坏 那么你所以看到整个供应端 就是似乎在美国那边卡住了 但是在出货那边的地方又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我想几样东西加起来 就是一样东西慢慢进步 就似乎马来西亚它做了很多汽车芯片的 那么那些都开始慢慢好 所以到下半年呢 是有机会是那个CPI下去 那么但是到时候你想想 过多半年其实加息都加了可能两次了 是不是 那么通胀又下去了 那么另外又 那其实还有一个东西 我有点担心的就是 你的美国的股票市场呢 如果是未来这几个月 都是继续这样跌的 影响很大的 我觉得我之前呢 我上个节目说过一次 就是美国人呢 他们的财富呢 有百分之六七十呢 是跟股票是相关的 是啊 他跟我们亚洲这边很不同的 我们亚洲这边呢 其实就大部分都是房地产的 是啊 那你就是股票和债的那些是佔得比较 就是你这边的佔的比重不是那么厉害 但是美国那边很厉害 那么当你的股票一塌的时候呢 那些人的消费呢 可能会有影响的 嗯 是啊 这个大约是我想 过几个月就看到的了 好 是啊是啊 那就是想说一件事就是 未来这几个月呢 如果通胀和联储局似乎都不会回落的 嗯 所以他明天晚上 就是主席说话是挺重要的 看看他怎么说 如果他突然间缩沙的 那那个股票就会好 但是看起来很难 嗯 嗯 应该都是继续的 而未留了几个月的这个CPI的数据 也都不会怎么特别 是令到那个市场有好日子过了 那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呢 就是那个earnings 如果你看美国呢 那些earnings projection 很难再upgrade的了 其实就是我们估计 譬如说今年S&P 我想EPS增加少于10% NASDAQ大概有16% 但是这个数据很难上 是不是 你看到一些公司出来 就是 so far你看到那些金融股 出来的guidance都是half-half 你的tec股就很多都是一般的 比如上个星期的Netflix 出了一个guidance 是比较恐怖一点的 嗯 那或者我下一步 我讲一下股值 现在去到哪 其实你看这个图 这个是S&P500 那你见到是 这个是一个五年图来的 那黑色这条线就是指数 橙色那条呢就是股值 那股值 那股值是看左边 指数是看右边 那譬如说现在是4,400点左右 S&P 那现在这个股值呢 我们是说它12个月的forward 不是今天 就是一般来说我们股市 是project的 那就是现在去到大约19点多 配PE 那如果你说 这条线下面这条线 就是5年的平均 18点多 就是它经过了这样一堆 之后呢 它和5年的平均 已经是 不是差很远了 就是跌多半至10 已经是去到5年的平均 那你说 很划算的 是吧 还很划算的 那些大约是15倍PE的那些位置 所以不需要跌到这样 如果不需要的话 可能你再跌多10%呢 可能也差不多 那 那当然呢 这个数字呢 都会变的 因为你的盈利可能有机会改变的 刚才我说过 可能你的股市跌得多 那些人可能的消费又会缩 那美国是靠消费的 是吧 那可能这些人将他的盈利调低呢 那你的PE又会上一些的 所以这个是 就是 moving的 要会一直移动的 所以我们 边边边看 那譬如你NASDAQ呢 也是这样的 NASDAQ的股值呢 现在跌到27倍 是吧 27左右 那平均是说 大概24左右 就是跌多10%又到 嗯 那这个是平均 那但是当然呢 你说我看一些 超高风险的 没有盈利的那些公司 其实 有些由去年中开始下跌 有些又去到 比如12、11月 已经开始大跌 那些可能由高的 已经跌了 就是四成到八成不等的 是 就是那些奶妈股 那些跌得最厉害的 但是你跌得最少 当然是Apple那些 是吧 Apple啊 那些Facebook啊 Google那些跌得比较少一点 嗯 那这个NASDAQ的奶来一定是 那些大东西呢 就跌得比较少一点的 嗯 就算昨晚也是这样的 昨晚那些大东西都是跌 我想四至八个巴仙 就是差点 就是大约是12点多的时候 但是那些小东西就 就十几十个巴仙跌了 嗯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就是估值方面 就是现在美国经过了这一轮的调整 嗯 都是稳定了下来 嗯 不是稳定了下来 就是它的估值上方面 是没有之前那么夸张 那你再跌到十个巴仙度 可能就差不多 嗯 但是在这几个月 譬如昨晚那样V型反弹 那 有机会短期可能有个低位 再 譬如 如果明天晚上说些 没有更加厉害的东西 可能都会反弹一点 然后之后可能再下跌 嗯 但是 会不会是DAO 就是比较传统方面的 是比较差一点 你怎么看 就是你昨晚买 都是拨过短线 都是买那些 嗯 大小股 NVIDIA NVIDIA Facebook 是的 Facebook那些 就是大小一点的增长股 就是你 都是觉得今年可能 就是跌得多 都是大增长股 因为可能DAO是一个 你会 看的 sector 它有些 比如金融 金融的sector 就是比较避难一点的sector 那就算你 比如我们这边 恒生指数 那些 比较大型一点的股票呢 比如银行啊 或者是一些 香港的房地产公司啊 甚至乎可能是一些 有些很肯派息的 包括好像中海油啊 就是那类这样的公司呢 就是可能都是今年 稳稳定定是 应该是 表现得不错的 就是基本上我们 我们都是这样 就是稳定是 会派到息 业务比较稳定的公司 这个是一个 另外一些呢 就是trade 那 因为今年是不利增长股的 就是我觉得 起码未来这几个月 那你正在杀股值 那你的增长股 但是增长股 长远来说 都是会好的 因为你始终 你股票是买增长的 但是你现在要避 这个杀股值 嗯 但是呢 下一集我先讲 就是可能港股 有些什么机会 首先讲一下 就是宏观 一些美股的strategy 就是我听到你 还是比较 买美股多些 就是你昨天 你会立刻冲去买几个大的 跟着你说 可能暂时避开 但是可能 都是买回增长股 那增长股 你都是在说美股 因为是说香港的 不是我说时机 时机的问题 如果长线 一定看好美股 一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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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美股就起增长 大型的更加 就是你可以复制到 你Facebook Apple 未来的三五年 就是从业务的确定性 他那个业务的控制性 就是和能见度都是高的 那你最多说他贵的 那你跌跌下就不贵了 你不会突然间 有些例会改 令到他的盈利有很大的冲击 就是这个是欧美股票的一个好处 所以长线是必然看好的 但是你现在在短线 在杀股值 现在在讲家式 讲抽水 那你任何贵的东西 多人拿的东西 或者是增长很大 其实最重要就是贵 贵现在就是杀股值 要等他杀到差不多 所以现在就要避 所以我现在是交易 但是现在不会是 现在那些增长股 我们不会是Buy and Hold 我觉得未到时候 你说我可不可以买些东西来 拿三五年 等一等 所以你昨晚买些 我只是炒的 只是炒的 只是炒的 但是A股呢? A股你怎么看? A股今年也是杀股值 是啊 今年其实你港股是outperform的 因为港股里面 很多老经济股票 包括汇丰、AIA、平保 或者有些香港的地产股 就是其实这些是 就是它的weighting on index 比较高一些 但是如果你看MFCI China 或者你看A股 基本上他们是 MFCI China 都有很多互联网的 但是A股它本身 尤其我们看很多创业版的那些 那些就是中国未来增长 比较好的公司 包括可能是电动车的零部件 或者是太阳能 封电的组装 或者我们叫industrial upgrade 比如工业提升的产业 这些全部都是中国现在推的东西 就是它现在过去这六个月 它有很多行业打压的 那比如说 那些真的很便宜 新能源的制造业 或者是零部件公司 就是这些全部是标的 但是这些公司去年炒得很厉害 很贵的 就是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倍都有 那甚至乎有些consumer的股票 比如那些化妆品的互联网公司 就是那些其实都是中国是高得很好的公司 插上去四五十五十倍 就是我不是说这些公司不好 但是现在这个时候是杀股值的时候 多好的公司 这么贵的东西 就一定要避一避它 那现在A股值也是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港股跑赢的A股 是真的很少见的 绝少见 上一次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是这一两个月而已 是啊是啊 我们跑赢了很久 很多年了 是啊 但是你说 是啊 是啊 但是你现在是摆明 就是买便宜的 买能见度高的东西 有色派的东西 而避开一些增长股而贵的东西 但是这个趋势 我经常觉得 比如港股 是应该短期都是会升的 但是呢 就不会升很多 因为你始终那些公司 明白 都不是很增长的嘛 明白 我想问一下呢 你刚才说昨晚买那几个呢 NVIDIA Facebook Netflix 是不是都有啊 不是不是 买了Kesla Kes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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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呢 你是在多少个percent 上升了吗 就是如果呢 现在收了市了 就是你短炒的上升是多少 我想大约是5-10%是走的 OK 是啊 是啊 也不是 暂时是这样看先 因为现在市场 未来这几天都会很波动 是啊 那 交易一下 明白 拿下市场的感觉 明白 但是 是啊 就是这些是比较好的东西 就算 OK 譬如说今晚如果再跌呢 我们应该会再买的 OK 好 下一集 要预了这样的心情 如果这样去玩 确实 下一集就 下一集就讲一下港股 你怎么看了 有些什么可以博的 或者有些什么要避开的 下一集就跟你讲 OK 成了淡仔 美线 成成这样 成这样 是的 因为我本身也要教能量的课程 当你用手抓住的时候 你什么都拿不到 你手放开的时候 整个宇宙都是你的 有一段时间 很多人骂我做淡仔 那些人说 看这个淡仔 我交叉你 你看看你这个淡仔 当时我拍节目的时候 那些导演跟我说 师傅,那些人说你淡仔 我说,为什么说我是儿子? 我不是女儿的吗? 为什么说我儿子? 我不明白他们说我什么 Hello,大家好,我是七思雨师傅 大家想找多些钱 带多些财经资讯 请大家订阅新频道 师傅,你好乖呀,好乖呀,是吗? 嗯